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柯南原版448集 海外差分版486集的案件 木黑之秋刀鱼事件 这是个很特别,很温馨的案子 被害者竟然是个好人中的好人 嫌疑人也很热心 木木警官还舍把手陪毛利大叔挑战新领域 这天,大叔、柯南和木木警官一起走在路上 诶,这是什么搭配 这明明是已经出世的搭配 原来,毛利大叔最近一时欣喜 突然要挑战蒋洛宇 而且已经接下一个任务 此刻正在背段子 这让洛宇迷木木警官都前来指点 监护人柯南也担心得一路跟肩 原来,大叔记性不太行 一个星期都没背下一个段子 幽默感也十分欠缺 不认真时也就断断续续 认真起来直接颠三倒四 不知所云 把传统段子糟蹋的 木警官都想报警 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木警官好言相劝 原来,他以为毛利报名这个素人表演大赛 是为了获得在酒馆喝到宝的奖品 说着,赛人都看向了墙上的海报 只见除了喝到宝 上面还有个充气假人的广告 只见这个充气假人特别好 能让单身的你壮胆 一个男人突然出门相迎 他就是大赛的行政人员眼镜嗓 同时也是假人广告里 壮胆店铺的拥有者 他客气的跟大叔打了个招呼 原来,明驰探要将洛宇的消息 已经由他宣传了出去 所以大叔旗鼓南下,目言不行 木警官非常疼毛利老弟 听眼,他立刻结合毛利的天赋 表示可以将毛利一个短段子 省得大叔丢人 短段子也有短段子的丢法 不过搞笑的效果倒是不用担心 说话间,异性人走到了一个小饭馆 只见落雨大师 满乐亭大师 穿着厨师的衣裳 在门口赶走了一个孩子 大师表示 那孩子想跟他学落雨 但是大师觉得他应该先完成义无教育 说话间,一个女人迎了出来 看起来和大师很熟 她便是小饭馆的女主人 小美,看到大师和美女店主思问 木警官好奇满脸 于是眼镜嗓也突然八卦 说春天似乎降临在大师身上了 大师可能要告别单身了 你可别乱讲话 这年龄沙在客难里可是命乱配置 进来后 店里果然只有大师和小美二人 两人在忙着十座秋刀雨 老本子木警官小座好奇 便立刻意识到 大师今天要表演经典段子 木黑之秋刀雨 平时破案的时候没见你这么机灵 原来就像名侦探的推理表演背后 是无数条人命 大师的落语表演也非常废语 这是源自她的木黑之秋刀雨 降得极其生动 以至于每个人听完后 都会立刻想吃一顿秋刀雨 所以小美就提前准备了20斤 我懂了 这就跟侦探的原理一样 众所周知 越是大案要案 连环杀人案 越能体现侦探的水平 艺术和生命残忍地形成了正名 听言 柯南突然罕见地表现出了知识盲区 说什么是木黑的秋刀雨 于是木警官也很罕见地 给柯南老大做起了科普 段子是这样的 从前有个不知民间疾苦的君王 来到一个叫木黑的地方猎鹰 附近农家拿出了秋刀雨予以招待 结果君王从没吃过 连连称探 难以忘怀 于是去到别墅后 回味无穷的君王还想吃 但是手下因为顾忌君王的健康 采用了食之无味的轻装做法 又害怕君王被卡到 挑去了所有鱼刺 君王吃了后 感觉差距甚大 就问是哪里捕的鱼 手下就说 是房州捕的秋刀雨 这让君王直呼 秋刀雨果然还是木黑的好啊 这个段子的笑点大概是在君王吧 没有见识 还靠秋刀雨地狱骑士 说到精彩之处时 大师突然一个不小心 被破杯子割破了手指 大师小皱眉头 没当回事 结果小美慎重其事 吃肉一下 就吸血了大师手上的手指 这让大师很难为情 让四个客人也偷偷叨起了手指 小美表示 大师等会还要表演 这伙割破了手 蹲下休克咋办 没事 你大师等会还要大出血一次 死人和木警官都在这等着呢 果然 酸秋为引来了一个嫌疑人 一个满脸胡渣的男人 简称渣男 正躲在门口 从门缝里偷窥着 微满的画面 喝完茶水 四人告辞 零了 眼镜嗓提醒大师 便忘了晚上还要开 庆功宴 地点在童话故事咖啡厅 回训的路上 眼镜嗓提供了一个重磅消息 原来和大师颇为亲密的小美 竟然是大师前徒弟的前妻 离婚之后 一直是大师予以照顾 要说怎么照顾 眼镜嗓猜测是身体逆行 帮打下手 亦提供了金钱的援助 毛里十分单纯 直呼大师真是个好人 但眼镜嗓却隐隐不安 害怕小美是看上了大师的钱 因为小美的丈夫 是被大师逐出师门的 恩怨在这里 怎么可能动真情 眼镜嗓猜测 只有可能是为了钱 先问有没有再问为什么 你确定他们俩在搞对象 很快 虽然到达了表演大赛的场馆 毛里开始了砸赏 而不是 毛里开始了表演 发挥十分稳定 果然一塌糊涂 长段子讲不成 改成了短段子 这是一场罕见的串烧落雨 柯南这都不带打 竟让大叔丢人 幸好大家都还宽容 明志探给大家讲落雨 总比明志探当场推敌好 接下来就是大师登场了 买了挺大师 应声走出了休息室 询问毛里刚才讲的如何 这样大叔知乎观众送之不错 回屋时 柯南发现 那个败师失败的孩子 正在走廊里躲躲闪闪 大师的表演一如既往的尾 将毛里造他的文化 力往狂澜 说不知 那个满脸胡渣的渣男 正躲在掌声连连的门后 一脸严肃 连大师的落雨都没给逗笑 显然他的心情不是很好 下了舞台 毛里约大师喝一杯 今天的表演让他十分自信 声称有机会还要过过落雨 但大师说他约了人 让毛里先去 接着眼镜嗓也表示去忙点事情 毛里柯南和木警官 只好来到楼下等 争议等就等到了晚上 你们也太能等了 木警官表示 在警局这凳子也坐不热 三人朝楼上望去 隔着毛玻璃 办公室里还有眼镜嗓 忙碌的身影 这会儿 他似乎终于忙完了 消失了身影 关了大灯 接着就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眼镜嗓告诉三人 大师要等的人还没到 所以让他们先走 四人先来到童话故事咖啡厅唱饮 然而屁股还没坐热 木警官就要出警 什么 大师被刺伤了 场况外 警车已经停满 木警官带着毛里二人和眼镜嗓 瞬间赶到 瞬间进化成出警状态 哎 可这木警官是真的没在休假 我还以为只有高木老弟 会在偷懒时被迫上班 千万非己汇报情况 情况略显复杂 原来 他们收了一个男子的匿名电话 说大师在休息室被刺杀了 此刻大师已送去医院 能不能救回来 还得看他人品 现场有一扇白板 上面有一束行字 歪歪扭扭的样子 一看就是用最后一口气 写的死亡讯息 内容似乎为 木黑的什么 有道士包袱不能摆谱 这立刻让众人想起 木黑的秋刀语 现场有一把刀子 刀柄刻着木黑 这是小美的范馆名 毛利找到了方向 准备发挥 这时小美不顾劝阻的闯了进来 为什么吃瓜群众和关系人 都被拦在了门口 柯南却能进来 你们还知道这是个案发现场 小美过分配合 一进来就点头认罪 木警还让他过眼凶器 小美立刻承认是他的刀子 这时毛利也为他编好了动机 这是一套相当标准的下班程序 其实你像大师借了奸 你一定是想如果他死了 你就不用还钱了 不合理 死了是不用还了 但是活着还可以再近啊 你这个大师的品行 显然还是活着更有价值 然而小美认罪态度极好 你说啥是啥 然而这时 一个男人冲了出来 定睛一看 这是刚刚一直偷窥的渣男 渣男下掉了遮掩的装束 露出了跟胡渣哥哥不入的浓眉大眼 这让木警官有点艳熟 原来他正是满乐亭大师的前弟子 小美的前夫 满乐亭渣男君 渣男一正词言 说他才是凶手 是他从小美的店里摸出了这把刀 来伤害大师 动机他也已经想好 虽然我自从想有成绩后 就变得骄傲放纵 不认真演出 又为赌博欠了钱 还会去玩女人 但是他也不能把我逐出师门啊 我不能原谅他 渣男君有理有据 木警官动摇了主意 这个班只要能下 带走谁都行 但小美不依不饶 不让前夫抢戏 他表示渣男君虽然渣 但他热爱洛宇 可以怀疑他对亲自的忠诚 但绝不能小觑他对大师的尊敬 但渣男君又言真凿凿 说死亡讯息的木黑之秋刀鱼 可是他的拿手段子 这里只有他有资格被指 小美不再辩驳 毕竟渣男是个讲洛宇的 他怎么说得过 于是干脆扑到了毛铃身上 离花带雨的树 还有没有得商量 这让渣男君也没了耐心 你给我变一嘴 女人 掩盖一起简单的凶案 将演变成夫妻丑将 众人突然没了辙 柯南看明白了 这两个人疯狂懒责 是因为他们都以为对方是凶手 想着他看了看死亡讯息 又瞅到天花板上 有个转播舞台时矿的音响 地头又发现了一个大师落下的包包 柯南很不客气 立刻趁手翻找 便从里头找了大师今天做的笔记 庆功宴 七点 童话 故事 好像不是 这让柯南大失一惊 突然明白了一切 为了求证 柯南到了天花板上 发现这里果然有个包 包旁边一个大口子 很容易投向休息室 利用这个通风口 休息室来却自如 咚 奇怪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 看到柯南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还眼镜反光 毛利竟然毫无防备 一个转身露出了雪花大波 扑知 木警官请先不要下班 木警官这次特别自觉 直接席耳恭听 没有吐槽一句 柯南表示 事情是这样的 毛利等人离开后 渣男君就来了休息室 但当时大师已经被刺了 然而 看到刻着小美电名的凶旗刀 渣男以为凶手是小美 所以就予以顶罪 然而好巧不巧 渣男进去的时候 又正好被小美撞到了 小美看到渣男进门时 脸色一致 手上还捏着一柄利刃状的东西 而出门后 屋里就只剩被刺的大师 想象力并不丰富的他 内可挠不出了一场 试图残杀大戏 所以就出来为渣男顶罪 心思被挖开 小美突然休难 顺势表了个白 我可是你最忠实的支持者 要是你被警察 一想到这一点 这样啊 当理智粉额太太 木警官大开眼界 今天看到的戏 比这几十年听的落语 还精彩得多 渣男君非常感动 但玄吉又生气了起来 因为这个粉丝 竟然怀疑偶像的人生 谁让你演出不认真 还赌博玩女人 于是小美也没脸一甩 说论尊敬大师 你可不一定比得上我小美 好了你们两位啊 没杀人还在这强行 暂时轩兵夺主 木警官把舞台让给了牟利 到底是谁杀了大师 柯南表示 其实大师已经写出了他的名字 请看这个播版 木警官还是看不懂 柯南表示 那就先看大师的日记 只见日记里 大师写了个意义不明的童话叉叉 但是如果侧着方向看 就能发现 其实是咖啡厅的名字 童话故事 同理柯南让大家也侧着方向看白板 他浮以翻译 转一看 人群中一个眼镜嗓放弃了围观 站住 你这会儿想要上哪去啊 回家关个媒信 柯南解释 大师写的其实是眼镜嗓的名字啊 原来大师因为今天右手的手指受伤了 所以下午都是用左手写字的 因此字看起来才会怪怪的 您可真能啊 要写就写好点啊 这除了您和柯南 谁认得出来 这故事告诉我们 没事要练练左手写字 万一右手受伤了 又被人刺杀 能把死亡讯息显清楚点 眼镜嗓仍要挣扎 我当时一直在办公室 你们也看到了 我根本没时间杀人 于是柯南让亲眼警官去天花板上 取下那个包包 请你给大家看看里面 云 一个帅哥从包里冒了出来 原来是那个广告上的充气假人 不愧是死人 一个人在天花板上确认这种东西 柯南解释 眼镜嗓就是用自己店里的假人 伪装成自己的身影 以制造不在场证明 总有人不用东西干正事 这明明是用来壮胆的 眼镜嗓仍要挣扎 不误是我做的 是我是凶手 你到时候拿出直接证据啊 眼看他执迷不误 柯南也不给面子 他让千叶 从上处的音响上找一个东西 没猜错的话 上面会有个道路用的录音精 原来 毛利下台后 大师上台前 他曾问毛利表演的怎样 显然 那个时候 转播用的音响并没有开 所以大师才居然没气死 但此刻音响却开了 这说明 有人故意在这里窃听大师的表演 那个人就是 那个败是失败而鬼鬼祟祟的孩子 所以他在道路时 势必也录下了案发时的声音 千叶拿到了录音机 立刻放给大家听 追听一场专业表演后 果然是命案的声音 眼镜嗓 你想干什么 闭嘴 叫你大师 你还专业起来了 都是因为你 小美都不肯听我的话 你说什么啊 小美一直都在等 张能回来了 什么非思 这场狗血剧 怎么还在加戏 一镜嗓痛苦万分 诬陷射死 一个普通承认了罪行 暗前落幕 道路的孩子手足无措 但看他这么热爱落语 渣男君送了他一卷正版袋子 这时医院也传来喜讯 大师没事了 差点亲自作证 柯南推了个禁物 眼看风波全过 渣男君继续生气 说小美怎么能怀疑他的人设 听一眼 柯南从沙发底下 掏出了一柄秋刀鱼 原来 这才是渣男君手上的凶器 一条因为向刀而得名的秋刀鱼 但是小美却看成了刀子 不能怪他 谁会这样子拿鱼 谁会用这种表情给师父送鱼 柯南推啊人别吵了复合吧 还有渣男君 大师祭时一直等着他回归呢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这故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很尊重传统文化 每个人都爱落语 甚至是渣男 这期刷这了 再见